第二場,三半千二米,那一起步就見到很多馬騎 那風雨區外墮最快,而中間呢,這裡就很關鍵了 這場的頭馬是起勝區,現在就跟著那個好位 因為它有個好檔,很容易跑 而第二的風雨區就散了,不理3-7-1 總之它要放,頭斷走快一點也不要緊 第三就是維港崩流,現在是三奪的 第四是天地人,現在原位是它內側的 那兩隻馬其實是在欠頭的位置 但是巴督呢,就很禮讓了,禮讓了,禮讓了 在這裡轉彎的時候,維港崩流是賣不來的 然後呢,天地人這裡一直不頂著的位,就讓了,被維港崩流賣來了 結果這個三盛名就是這樣取決了 那...而...而... 外面啦,巴督不知做什麼,馬功臣 那...自己呢,就連丁丁丁就要過三碟 而鐵蘭這隻,呃... 呃...正本開心,不是,正本歡心呢 就一直很搶口,很難解決 騎得很辛苦的,而見到前面,風雨區其實帶了幾個馬位 帶了起碼兩個馬位入關的 那...就...起政區這裡開始騎了 那...無論如何都很聰明 都是...知道自己這隻馬有,咬緊他就OK了 那...而...後面就...結果天地人啦 那...讓了那個位置被維港崩流之後呢 現在他就越退越後了,因為... 中間這個位置比較迫劫的 而且他的馬也都好像很慢腳那樣 那...就...現在流到到尾了,入彎之前 那天地人這場呢,就在... 雜傳樂非樂隊變成了大魚門的 嘩,這個彎厲害了,巴督 那...那... 維港崩流在這裏 天地人飛到出去這裏 差了三個馬位都有 兩隻馬,轉完彎之後 那...前面呢,說回起政區很輕鬆啦 過硬的就是風雨區的啦 連加州更好都過到他上季的 那...風雨區又腳遠了,這裏 那...維港崩流都追不太多的 叫做... 應...他的本分啦 那...值得說回... 上季尾殺科那一場啦 那...加州尼電就輸了給這個維港崩流的 那...其實當晚呢,那個場地呢 就極之...尤其下半場呢 就極之離這個... 沿途貼籃直路飛出來 中蕩衝 維港崩流都做了 我就是要遠處 結果他當晚那個場地偏差大到呢 幫到他可以這樣反省加州尼電 因為加州尼電的沿途是二疊的 那... 結果這場呢,就見回這個維港崩流 原本應該的實力啦 那...大概... 是追不到風雨區那種啦 那...而這場的步速是偏快的 因為頭段風雨區搶得這麼快 大家看到 那...就... 就算中段這麼慢了都好 都是偏快的 然後... 天地人呢 就繞這麼大的彎 就應該起碼是第三 甚至乎是第二的 那... 就... 不過都是不夠起勝區跑的了 但是呢... 他中段是... 就是除了巴道那個... 讓那個位置比環港崩流之外 他中段就真是慢腳的 那...其實... 他都大開面枯的了 那...其實不妨可以試著戴眼罩 那... 反正路程他都應該是跑回千里的 無論是 那... 唯有在配備那裡有八手而已 那... 而馬功臣呢... 就全程只有三疊 這樣都可以跟得上來的大隊 第五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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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 似乎的心意呢 就是向下望多跌 那... 那... 短期內 他下回四班人呢 都可以不用看這隻馬 但是他這麼中心 其實就很難減分 除非他跑一下沙田之類 或者發股一里啊 那... 那... 其他那四隻就真的... 都不是那件事來的 是勉強淺草飛啊 好一點點啦 但是都... 距離這個... 可以增勝都有一段距離 那... 那這場的跟進馬就是... 野... consumption 這樣飛這麼大的一彎 那... 如果下次不要遇到喜政區啊 這類惡馬呢 那就... 在這一節玩意 就隨便可以贏了 那... 始終起政區上季尾 在三八一里也可 Ocean 那... 那换彎千尔 便當然幹點哪個 boss 那... 那dot animal 那... 那天地人是比較值得跟進的 那... winning 王龜